这个电机转了几个小时就烧了 然后换了一套新的 结果转了五六个小时 诶 又烧了 这个电机带的是油泵 奇怪了 那是什么原因烧电机呢 看一下这个电机 2.2千瓦的电机 4.8安的电流 是缺项烧的吗 他们说那个刚买的电机 烧坏以后 打开里面的线圈都黑了 用弯表测一下电机的线圈 线圈完了 线圈是烧坏的 它应该是有一定的电阻的 而且这个电阻不大 但是现在看 不行 还是线圈烧了 现在我在想是什么原因烧的电机呢 而且只转了五六个小时就烧 好了 故事的开头从进车间开始 看看能不能找到烧电机的原因 他们说电机运行五六个小时之后 这个电闸跳了 而且跳了以后合不上 你看这个保护器下边这个线好细啊 然后接到了焦虑接触器 接触器下边接的就是那个电机 接入了下边的端子牌 六七这一路电机 然后电机很小吗 对 电机三千瓦的 三千瓦的 它接到这边了 你看这边呢 那个烧了吗 我们去挂了机呢 大伙啊 小电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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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烧了一个了 这是收的第二个 这个烧了 它是电机在这个油泵里面 我知道电机这是带个链接 带个油泵 这是那股线 那个电机 那边过来的线 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线的出息可以 它就是凉着线 昨天安装的 不安装的设备的 他就怀疑是这个 变压 所以需要调调电压 呃 变压器 可以测一下输入电压 他们怀疑输入电压有问题 380 电压还行 基本上现在工厂的电压都测到400伏 380没问题啊 厂家的师傅是怀疑电压不稳 造成的烧电机 现在看这个电压还行 380伏 一说烧电机 首先考虑是不是缺项 所以说我看一下 它这个线头是不是有虚接的 没有 线头压得的很好 包括端子排 线头的压得很好 这样可以排除这线头虚接 造成的缺项烧电机 您能能让它细合一下吗 细合一下我看看 哦就是这个啊 我聊一下 啊 好 这图 这图不缺项呀 380 380可以 电压很美啊 它为啥会收呢 再去看电线这一头的电压 这一头电压也没问题 两两之间380伏 不缺项 它这个保护器上面是可以调电流的 就是说电机的运行电流 如果超过这个电流 设定的电流 它就会跳开 这又刚买回来一个新电机 接上线 额定电流6安 功率3000瓦的一个电机 新电机 所以这个保护器的电流 我觉得设定到6安也行 6安多一点也可以 它原来是设定到10安 10安有点大 那就看一下电机空转式的电流 3 3 3 它是什么运行 它现在是没有负载运行 中间这一项是2.9安 2.9 3.0 3.0 3.1 3.2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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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流不能调大了 调大了会 特别烧电机的 那我调可以就是 调6安吧 5安 5安 6安就行 不带负载运行 可低了 厂家怀疑是变压器输出电压有问题 电压不稳 他们这些设备电机都是同时转的 而这些电机都没问题 这些都没稍 所以我觉得不是电压的问题 也不一定是缺效的问题 如果缺效的话 它不会转6个小时才稍 在这边车的电流 还行 把电机连上油泵以后 再开开试试 来吧 9安 10安 3的电流 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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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安 不一样啊 8的 8的 9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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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约你先来 跳了是吧 啊 跳了还是你停了 停了 停了 那可以要在这个称一下 可以 在 在 嗯 拉电流 六六安 您有 来吧 你就是这个电机 一直在 抽屈 它是 额定电流是六安的 你说运行 大概在六安五安 六安五安差不多 它现在是八安 车误了它 车就是 就是感觉它是吃力了 那种 有点吃力啊 一直是为吃力的 那但是六安没跳 我设定到六安 六安 也有可能是那个 这个细合这个玩意 却下了 哈哈 这电线给它发出 啊 这线太细了 这线细了 这个线顶多也就是 它为啥当时用那么细啊 这是 但当时工艺小 当时2.2 2.2千 当时0.2千瓦 2.2千瓦 2.2千瓦 现在3千瓦也还行 但是帮我把线加出 那可以的 磅小了 因为这个磅小了 因为以前是水循环 现在改为油循环 油和水的力度不一样 所以说对电机的要求也高 对水泵的要求也高 这小电机肯定不行 它干不了重活 哎 发热的 以前就这 转这么一会儿都发热 像五小时就冒烟了 里边是那个红都变成黑的 那师傅给参加 这个那个线圈都是黑的 一敲就掉渣点 运行这么几分钟 都摸着都开始热了 这不正常 这很 很显然 小马拉大车都拉不动 点击 你别开了 再开一会儿它会少 再开一会儿它会少 厂家过来是吧 厂家过来升级完以后 你让它把这个也换了 把这个线也换了 从上面用出一点的线 用四个的 四个平方的线从这接下来 接到这儿 再用四个平方的线 接到交流接触器上 再用四个平方的线下来 要是5.5千瓦的 你这个线还可以 好了 这样我个人认为是走到了收电机的原因 这个还请大家的评论区多多指点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关注我 下个视频再见 刷电看看吧 碰 你什么时候来的啊 客户家里7天电费900多 去看一下什么原因 这个是3P的空调 就空调用的 它家的插头和照明就用这一个电 哦 这就空调用的 这只管空调 不用送电 不用管这个 不用送电啊 就是他们家这一个可以送电 对 这他们家的 灯和插头 好 我今天到了250了 250伏 250 对 250 你不要乱说啊 我看你多了 零线零伏 250 250 可以送电 可以送电吧 已经送电了 正常吗 可以送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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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没事 送电了 变成亮呢 哦 它一直在用了电 就是不该用 火太多了 哦 一送电 对 然后 火线没了 你看火线没电 火线零伏 零线成了 零线230多伏 对 是 这个 这一项 这一项超过了300多 300多了 不是超过300多 是大地在带电 它这个 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 就是我以前遇到过 以前遇到过 零线带电 零线不带电 其实是大地带电 可以测这 它这里也没电 它里面的钢筋也没电 这是我钢筋啊 圈里面的钢筋也没电 去过吧 那也就是说 我的脚 大地带电 大地带电 导致我的身体 我的脚 通过电笔 和这些火线之间 形成一个电压 所以说这一项没有电 它这个漏电 应该很近 漏电应该是不远 对墙体漏电 所以说这么凉 你看凉不出来 但是它 它和它之间 应该是200多幅 这零线200多幅 其实不是零线带电 是我脚下的电 零线其实是不带电的 侧的零线是带电的 这一项火线是接地的 直接漏电 漏的衣服 这一项的衣服都没了 2002这个衣服都没有了 你可以测一下它电流应该 应该有电流 25安的电流 对 它零线还没有电流 所以说它这个电是 直接对大地漏掉了 所以说它们家电流 跑得糊糊的 25安的电流 一直往地下跑 一直往地下跑 它电流一直糊糊地转 一直糊糊地转 你说几天 跑了900多块钱电费 就是因为这个 交了500块钱 5000米了 因为交了500块钱 它是漏电的 这一项是漏电的 对地漏电 对地漏电 然后 应该是对于楼梯的 钢筋自己漏电了 这一路连的可多了 能找到下一个街头吗 啥走啊 这种 隔壁房间 那种一路线带全家的 上一只街头 下面都盖了一个火 有吗 这一路 上面盖了一个火 这边你看 哪呀 这上面 在上面啊 能看到线吗 我得这么看 有没有 给一下门菜 给一下门 哎呀 我显得我那么高 腐尾了 太吓人了 没事 双筋动物三个月 明中日凉 那边还有街头 然后又到 又到那个房间去了 一送电 送上去就拉下来 我测一下 这个电 我看是不是 这个图线 你送上电去拉下来 送上去拉上 好拉吧 拉吧 拉了行了 好嘞 哎呀 还是那边现有问题啊 抢一表 网上一掐 只要是一开 有电流 那就那边的问题 怎么找啊 从下面你只能看到这种 所以说街头在上面 你得找到那个街头 再一路一路 走哪一路就掐行了 哪一路有电流 哪一路就是漏电的 那这才多少顶 哎呀 素素无测 电工界的道士都解决不了吗 这个能用排出法 对 只要是能上顶 只要能看到线头 这个活就不是 就是很难 会很好搞 不是 他给他烧 烧烧烧烧 该切的就拆呗 不是 那个 只能说一步一步 往这往这排了 他 他那个地方有街头 然后过了个图线 走到这个 走到这个地方 又有街头 又往这下着来的 这回有街头 哎 是不是有街头吧 哪一路是啊 送一下电 送一下电 我掐一下这个 好24 OK 知道了 这往这边怎么的 哇 这来是上二楼的吗 还得在这里嘎个口 从这应该是上二楼了 上去 扶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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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掐到钢筋了 用电线吗 红这个地方 必须是这个地方 红这个地方 哦 哇 应该是烧红了 这个线 哦 又是这个电线 扎到钢筋上 你用钱 扎到家族是吧 对 同时绑电线绑在钢筋上 然后电线破皮了 看 线是破皮的 这样就和钢筋连接在一起 对钢筋放电 所以说他们不用电 一天也得跑一百多块钱电费 这样这个故障原因就找到了 啊 这以前他们扣的 嗯 还好找到你 不然他们再找几批电弓 这钢筋都保不住了 你这是第五批电弓啊 我这是第五批电弓 嗯 来来来来 可以送上电了 这是放下来的路宝 现在这个路宝就可以用了 可以送电了 放心的送门 这两个问题找到了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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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很好 很好 这就很好 电笔 哎 对了 49282正常了 刚才是250是吧 刚才是0啊 你怎么就记 我就记个3250 好好好 这不是骂人吗你 嗯 好了好了 这样就搞定了 来来来 站住 给你摆个pause 这你修好的啊 夏天修好的 嗯 哈哈哈哈 那怎么好意思 嗯 好了 维修完成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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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